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雨昕 今天想要跟大家教的是一個滾筒 就是在居家都可以做非常方便的一個運動 為什麼今天會想要教大家滾筒 是因為我覺得不管你是平常有很常在健身 或是你根本就沒什麼在運動的人都非常適合 因為其實滾筒主要是幫助我們放鬆我們的肌膜嘛 就是讓你最外層把肌膜可以得到放鬆 所以如果你很常健身的話你更需要做滾筒 那如果你沒有在健身的人你也非常適合滾筒 因為很多人可能大吃之後他們會覺得 我要趕快隔天去健身房消除我的罪惡感 但其實你大吃完隔天最好不要馬上健身 你要做的應該是滾筒 因為它會讓你身體累積很多比如說太閒這些的水腫 它會幫助你的肌膜放鬆 所以它才會讓你的身體比較輕 然後才會練得不會越練越厚 而是它會有線條 所以今天我會帶大家三個動作 那第一個就是小腿的部分 小腿它會分先從中間偏下面 再從中間偏上面這樣去滾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手臂的部分 因為其實夏天很多人都會穿無袖嘛 那你手臂線條這邊順不順就會差很多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邊的部分 因為其實有一些人夏天會穿蛙背 那如果你這邊滾的話 它的線條就會比較順一點 就不會好像常會有一坨肉在這邊 所以我今天會帶領大家做三個動作 那其實如果是要滾小腿的話 其實你如果滾左腳的話你的右腳就是疊在你的左腳上面 就是等於要讓你所有身體的負重都在你的單隻腳上面 那我們如果滾的話 我們會先從小腿肚的下方開始滾 一次大概是20到25下 滾完之後再從小腿肚上滾20到25下 就是因為其實小腿它不要一次滾完 它才會滾得比較徹底 跟你可以放鬆的更深 然後手臂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你要側躺 就是你要整個側的讓你的 一樣就是所有身體的負重 就是要在你手臂這一塊 就是這一整塊都是所有負重的地方 然後因為手臂最重要的是你要滾到 就是腋下的部分 因為它會比較靠近你的領巴嘛 所以有很多人比如說有水腫的問題啊 其實臉容易水腫 你就需要滾腋下這一塊 因為它這邊其實有一些穴道 它會幫助你讓你身體的水腫比較快的消除 那如果是就是後背肌這一塊的話 就是重點就在於你的滾筒是要 面向你的話其實它就是一個八字型 就是你要讓它一半是在瑜伽店內 一半在瑜伽店外 就是這樣子的話才可以比較放鬆 然後你整個人就是要正躺 對正躺但是你是斜的滾 但是你的腿是要正的 這樣它才不會越滾越歪 這是一個重點 好 那以上這三個動作呢 就希望你們可以就是在家的時候試試看 因為它真的會幫助你身體更有線條跟更放鬆 網路上也會有很多這樣就是滾筒的教學 就是你也可以去看 那一次滾完全身大概會二十分鐘左右 就是其實一個禮拜大概三次左右 會讓你的身體更緊實更有線條